把镜头再带回到瑞芳 瑞芳区旧警察宿舍是日治时期的老建筑了 随着近年来瑞芳分局新大楼的落成 旧宿舍已经长期无人居住 甚至成为环境的脏乱死角 上个星期是终于发包拆除了旧宿舍 目前宿舍空地的砖也都已经清除完毕了 占地2500平方公尺的空地 将会暂时来规划成为汽机车的停车场 瑞芳地区在假日时总是涌入许多游客 目前仅有的区里停车场 到了假日几乎是一位难求 对此市府交通局沿拟将瑞芳消防队 对面的这块空地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 以疏解区内停车空间不足的问题 后方这块土地我们是要规划 就是说要做停车场 总共会规划104格跟20格的机车格 因为民众有考虑到 因为他这边的住户 可能会没有办法做进出 所以我们今天的会看的部分 就是解决民众通行那边的一个问题 要让在一米进来的时候 他们出入的交通就可以方便 还有里面他们有证实建筑线的问题 陈湘区的认定在法律上 私人的土地里面没有建筑线的问题 这个是交通局讲的 交通局表示目前这块地 将规划近百个汽车停车位 还有约20个机车停车格 只是目前工程还在进行当中 有附近住户反应 使用空间影响到住户的出入 对此在24号当天 市府交通局议员等相关单位 就到了现场了解 公益的解决我们中央城的交通 站在名义代表离场乐观取成 尽量来促成 非常感谢我们交通局接触的用心 我们停车场部分 我们原则上会退缩 然后会流大概四米到五米左右的道路 然后会减少大概七格的停车格 共民众进出 针对民众的反应 交通局也将调整用地 留出空间 以利附近住户的通行 交通局也表示 预计再过一个月 就会整地好 开放给民众使用 介纯威 瑞芳 采访报道